香港媒体报道 中共军方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贾廷安 已经被纪委带走调查 贾廷安曾经长期担任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秘书 他的特殊履历让落马的传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香港信报1月24号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称 中共军方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贾廷安上将 23号已被纪委带走调查 目前当局还没有正式通报 这是一个月之内 贾廷安第二次被爆出负面消息 今年1月初 大陆媒体炎黄春秋近乎点名的披露 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夜道德极度败坏 贪腐至极 举报不断 却能一路获得提升 他的靠山就是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 贾廷安被形容是 没当一天兵 秘书变将军 他跟随江泽民20多年 长期担任其新副秘书 被称为江泽民的2号幕僚 2004年江泽民退位后 贾廷安仍然继续在军中留任 2008年任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2011年更被提升为上将军衔 现年63岁的贾廷安 离65岁正常退休还有两年 但中港媒体接连抛出两颗重磅弹 意味着他很可能无法软着陆 无独有偶 今年1月6号 江泽民64岁的长子江绵衡 也是比正常退休提前一年多 就被免去了中科院上海分院长的职务 而中纪委直接空降到上海的官员 日前也公开表示 对于腐败 上海不是世外桃源 外界观察到 今年初 江泽民由海南东山后 他的心腹和家人不断遭到敲打 由他缔造的上海帮 或即将面临反腐风暴 新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谢谢 谢谢